如果我真的要選某一個個別的車期去駁電動車的發展 以及這個星期的推介 或者覺得有看頭的股份 我就寧願選擇長城 雖然剛才你說理想小鵬 他們的交付量都有一個不錯的上升 但如果比较長城的交付量 對比之前一個月都已經有幾萬架 其實都不止是小鵬比想的很多倍數以上 例如他們最新公佈的月跡也是 長城的毛利率仍然在擴張 在整個行業上大家都在面對利價的上升 或者關鍵部件、芯片短缺的問題 但長城還可以是毛利率在升 其實這件事是沒有授額的 所以亦都見到他的營運效率是做得不錯的 還有今年的下半年 他都還有一些新的車款 一些型號會推出市場 小駕一點的就有一個巴鱗貓 然後還有一個閃電包 就是跑車型的一個車款 比較高端一點 可能都會繼續有機會轉嫁到成本 所以我覺得你計算月度的產銷數據 或者微龍的前景上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試這隻長城汽車 其實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真的叫做止蝕 我覺得你可以放近一點 因為它暫時來說 都叫做 最近八月中開始 其實都慢慢是斜線的升 而這些位置 即是剛剛落到滲天線附近的位置 其實都叫做試過幾次都有個支持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叫做放近一點點的止蝕 你可以試一試就是33.5 即是不要破壞了這個繼續向上行的形態 我覺得你可以做一個止蝕 至於你說目標上的暫時 我覺得你都可以 第一步你先看回最近期的高位 也都應該就35.6左右附近的位置 如果它真的破得到 那就再看回它50年周的高位 就是你決定 Ant但是 你決定? 不怕你 我覺得你會在這個例子 呢? 好不好?